大家好,我是斯蒂芬 那么我们在上节课中说到了CNECT的一些缺点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进程中 它只有1024个或者是2048个套结字可以去监听 对吧 那么它有这个缺点 那么我们也对它进行了提高效率 在我们的代码中我们可以看看 在我们的代码中我们可以 那么我们可以把一些断开的套结字 我们可以不用去用FD EFSET去检查 对不对 那么通过一些手段 我们可以提高CNECT的效率 那么虽然CNECT它有这些缺点 但是我们在用CNECT应付一般的多客户端的场合 多个IO附用的场合已经足够了 在一个进程中 通常我们也就是1000多个客户端 对吧 保持活跃的肯定也不多 那么这时候我们用CNECT就非常方便了 那么在上节课中 我又提到了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处理100万个并发的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比较刺激了 在我们的一个服务器中 有100万个客户 它保持连接 那么活跃的客户端其实也并不多 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个并发的过程中 其实对我们操作系统 对我们的CPU来说 它还是串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操作系统 它其实是分片的 分时间片的 一个时间片来出你这个线程 一个时间片来出你那个线程 一个时间片来出你这个进程 等等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提到了 又要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那就是并行 那么根据模尔定律 其实我们的CPU的瓶颈会越来越大 对吧 所以现在出现了多核的这样一个CPU 那么这时候 每一个CPU它同时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就是并行 毫无疑问 在我们将来呢 并行编程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词语 好的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CNECT 然后又提到了高并发 那么现在来看看 我们的EPO应该怎么用 那在我们的EPO在说之前呢 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思路 先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EPO相关的东西有哪些 然后我们的EPO 它的编程框架是怎样的 它的编程模型是怎样的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编程模型 有了这样一个东西 在我们大脑中呢 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快 那我们先来看看EPO 它有哪几个函数需要用到 第一个就是EPO CREATE 第二个呢 就是EPO CONTROL 第三个就是EPO WAIT 这个EPO WAIT呢 它其实相对于我们CNECT 那么它也是在一个死循环中 等待我们的事情发生 那么我们的EPO CREATE 它干什么呢 它主要创建了一个EPO对象 它这个EPO对象 其实就是在我们内核中呢 搞了一个文件系统 用这个文件系统来去处理我们的事件 这里又提到了一个事件的概念 每一个套介字 它有数据来 或者是我们有数据发出去的时候 只要在我们的EPO对象中关注了这个事件 那么它就会去处理 它是一种处罚的机制 那么来看看我们的EPO CONTROL 我们怎么去增加或者是删除一个事件呢 就通过这个EPO CONTROL 它有三种参数操作参数 一种是增加 一种是删除 还有一种呢 这个EPO CONTROL MOOD 它是来切换我们的EPO的工作模式 这个稍后来讲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EPO CONTROL 说到这个EPO CONTROL呢 它其实是有故事的啊 我们来看看它的行参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EPO对象 它这个EPO对象返回的 其实就是一个EPO的巨饼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的EPO巨饼 我要干什么 然后比如说我要增加啊 我要增加一个我关注的事件 也就是我关注的套介字 然后把我的这个EPO EVENT 这个事件呢 增加进去 注意它是指针啊 那么来看看EPO EVENT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EPO EVENT呢 它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EVENT 也就是我们的事件 关注哪些事件啊 比如说数据牛来 或者是我发数据出去 然后就是我们的DATA DATA里面包含什么呢 FD 注意它这里是一个联合体啊 我们通常在这里有一个MU3 U32呢 U64呢 主要是为了字节对齐 在不同的平台中 比如说64位的操作系统中 32位的平台中呢 能够做到我们的一个字节对齐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指振 好的 那我们整个故事连起来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EPO巨饼 要增加我关注的套介字的 一个什么事件 连起来一句话 就是这么翻译过来啊 也算一个故事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样等待我们的事件发生 我要关注了哪些事件 然后告诉内核 我要等待哪些事情发生呢 要等待哪些主角入场呢 那么它的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EPO巨饼 然后我们的事件 它会给我们传 它会给我们传回来 我们关注的事件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还有我们最大关注多少事件 比如说我要关注500个套介字 比如说我要关注多少个套介字 那么我们的一个操作系统能关注的最大的套介字是多少呢 我们在操作系统中呢 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我们在编程之后再讲 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是和CNECT一样 在我们的一个死循环中啊 等待我们的事件发生 对吧 然后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注意 这里返回的和CNECT就不一样了 CNECT它会返回所有的 我关注的套介字 然后我一个一个去轮寻 那么我们的EPOIT它干什么呢 它就只给我们返回 我关注的套介字 哪些套介字相应的事件 它发生了 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出来和CNECT的差别了 对不对 CNECT我要轮寻那些有的没的 但是我们的EPO呢 它只轮寻 它发生了一些事件 我们一个一个去轮寻 这样就节省了很多时间 提高了很多效率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讲 在我们的EPO Control中提到的这个参数啊 这个操作 EPO Control Mode 它干什么呢 它切换我们的EPO模式 我们的EPO有两种模式 大家注意啊 一个是水平触发 一种是边缘触发 这个只要学过一点点硬件知识的人呢 都应该是清楚的 那么我们的水平触发呢 就是比如说我关注在高电频的时候触发 或者是在低电频的触发时候触发 那么它只要是在高电频的时候 它就会触发是吧 即使我处理了这个数据 它还是会触发 只要它没有变成低电频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边缘触发呢 它只是在上升员或者下降员的时候触发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数据中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说只要我这个EPO它关注的事件中还有数据我没读完 当我们在水平触发的时候 它就会返回告诉你 这个事件还在发生 那么我们的边缘触发呢 只是有数据来了 我就会触发 如果我这个数据没有读完 从我的缓冲区中没有读完 那么它还会触发 它还会触发吗 它不会触发了 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边缘触发模式中呢 就只支持 nonblock socket 也就是说我们的非阻塞套节字 如果我们没有读完 它就不会做更多的通知了 内核就不会给我们发送通知了 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问题 在我们上几个中说到的 假如我的receive 它的缓冲区够大 但是呢 我receive一次读的数据不多 那么我就会去轮巡的读 对不对 或者是我把我的一次性读的数据增大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它是阻塞的 它就会一直阻塞在这里 是不是 那么如果有新的客户端来的呢 它也不能及时的返回去处理 那么这跟阻塞式的编程 就是我们最开始的 用进程去并发的时候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里只能支持 非阻塞的套节字 那么如果我们是工作在这个level trigger的 这种模式下呢 它就会跟CNECT和POR 这个模式一样了 就没什么区别了 好 那么这里有一个POR 一个POR我们前面没提到 那是你稍微提一下 POR呢 其实是在CNECT版本上的一个增强版 它是用面表来记录我们的套节字 那么它呢 只是在我关注的套节字极限上面增加了一些 但是其他的呢 其他的方式呢 比如说内存拷贝啊 比如说啊 它有事件来了 我们去轮巡啊 这两个问题 它是没有解决的 所以呢 我们经常就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 在我们一些客户单量比较少的并发中呢 我们用CNECT的 但是在我们的客户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服务器中呢 那我们就用的是IPPOR 好的 我们还有一点啊 在我们的IPPOR中 它默认是一种水平触发的模式 大家记住啊 好的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是不是有点枯燥 还是来写代码有意思一点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还是用之前的工程啊 我们只是新建一个文件 IPPOR.C 那我们还是保存在我们的目录中 我们的这个目录中 我们就直接保存在这里 这样子呢 就会省去很多时间 好的 首先必须要包含套节字 是吧 好的 我们还要用到IPPOR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包含IPPOR 对不对 好 我们来曼一下IPPOR 它究竟是包含哪 包含在哪里 曼一下IPPOR呢 这里可以看到IPPOR的一些使用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讲明白了 就不用去看了 对不对 好的 直接COPY一下 哦 那这样就可以了啊 我们还需要用到一些什么呢 创建套节字 这个函数可以直接用 是吧 然后呢 然后我们的MAN函数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啊 再回来 我们看看我们的IPPOR编程 它需要用的哪些函数 对吧 按顺序来 第一个CREATE 好的 我们先把它写在这里 我们要用到一个IPPOR对象 IPPOR对象 是吧 IPPORFD 那我们用IPPORCREATE 是吧 我们先不管 这个函数 它的参数是什么 我们先把框架搭出来 第一个IPPORFD 然后干什么 然后我们要将我们坚听的套节字 把它加入到我们关注的事件中 对不对 加入到我们关注的这个对象中 那么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坚听套节字 NissanFD 那么坚听套节字怎么呢 NissanFD 等于直接用这个函数创建是吧 好的 此时我们有了这个一个坚听套节字 那么之前说了 我们的IPPOR它支持的是 我们的IPPOR用的是一个非阻塞的套节字 所以我们这里要说到另外一个函数 FCNCtrl 就是FCtrl 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坚听套节字 变成 非阻塞的模式 我们来看看这个FCtrl怎么用 MANFCNCtrl 那么它要包含两个投音键 那有的同学就问了 为什么这里的投音键不加进去呢 我暂时先不加进去 然后它需要 需要什么呢 需要我们setFNAG set我们的文件描述符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叫做套节字 然后set它的FNAG是哪一个呢 非阻塞状态 Nunblock 好的 这又是一种方法 非阻塞 好的 现在我们将我们的Nissan FD加入我们关注的事件 怎么加 是不是IPPOR Ctrl 第一个是我们的IPPOR对象 是吧 然后就是我们的操作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里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操作 我们现在加入一个事件 那么当然就是用这个了 Nissan FD 那么 现在这里就有这样一个参数呢 好 我们拷购过来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event 就叫eV吧 加地址是吧 好的 那我们设计了这个参数 那就得给这个eV复值是吧 eV它有一个date 它有一个FD 等于Nissan FD 我们要加入一个事件 我们还得关注它的是什么事件 在这里呢 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就可以看到 这里是关注它有数据来的事件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 mine一下 Apple Ctrl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关注的事件 列表有哪些 这里的event member 它是一个未语的 那么这里就是 Zeroization of that read operation 那就是关注的 就是我有数据可读的状态 对吧 好的 那我们就这样加入 加入了之后干嘛 W1是吧 死循环 这很明显了 这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讲解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等待 等待 它会给我们返回的一个套戒字旗 就是活跃的 我们关注的事件的套戒字 有哪些事件过来了 好 然后我们再开始 然后很明显 现在我们这里要判断 FDS是不是小于您是吧 这是容错处理 这是必须要做的 这个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那么这里是eeple wait error 那这里出错呢 我们就返回吧 好 然后我们再需要去轮询 我们激活的套戒字是哪些 对吧 很明显 我这里是FDS 对吧 我们这个框架就搭出来了 就应该这么去处理 对不对 好的 我们还有一个i需要定义 inti 那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的eeple create eeple create 它有一个参数 这里是size 它这里size是什么意思呢 size就是我最大关注的 我最大关注的事件数是多少 好的 我们在这里定一个红 max events 是吧 通常这些常量 我们都需要定一个红 对吧 那么设为500 好的 那么这个函数就完了 同样的 同样的容错处理 小于您是吧 pr 那么这些系统调用呢 通常它都是出错返回-1 这个出错对吧 这个出错当然必须返回是吧 因为我根本没办法直接下去了 那么看着这里有容错处理了 那么我们这里心里就没梗了 是吧 好的 那么还有下一个容错处理 我们的eeple control eeple control呢 我们给它一个返回值 好 那么再进一个 同样的慢都不用慢了 是吧 我们知道如果2位返回-1的话 当然就出错了 是吧 pele 必须返回-1对吧 不能继续往下执行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eeple weight 该怎么用 那么呢 eeple weight呢 第一个还是对象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events 它有可能返回多个事件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给它一个数组吧 可以记录最大的事件量 它可以把它的所有事件的数据 都拷贝到我们的这个一个数组里面来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 对吧 第一个 eeple fd 那么第二个就是 events 那么这个events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maxevents 是吧 然后第四个参数是time time-1 它就表示永远等待 永远等待 如果一直没有事件发生 它就会一直永远等待在这里 好的 那我们的还有一个events没有定义 events怎么定义 刚刚说了 给它一个数组 它可以记录最大的事 是可以记录最大的事件量 也就是说当我有500个客户端同时来的时候 或者是500个客户端同时保持连接的时候 我就可以以最大的数据量存到这个我的这个events里面来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轮询我们的这个有事件来的这个events 怎么轮询 首先我看它是不是有客户端新的客户端来连接了 if 我的这个events 那么它呢 它的date 它的fd 它的套戒字是不是等于我的neesonfd 那么如果等于neesonfd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是不是真的有新的客户端来了 那么来了之后干什么 当然是accept是吧 接受这个套戒字 当然你也可以不接受它 那不接受它干什么呢 不接受它就是耍耍大小小的脾气 对不对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编码 我们是不是要关注我们客户端的IP地址和断口号呢 我们可以关注也可以不关注 好那我们关注一下吧 关注怎么关注 struct soc address in connect 是吧这样就ok是不 好那我们有了这个呢 我们还要定一个变价是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accept中 它是需要传递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地址 以及其他的一些数据的一些长度 对吧 那我们定一个internet 那我们任干什么 那直接就在这里给它复制了 size of 我们的struct soc 就是in这样就ok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 取地址 client nen取地址 给它传进去 它还给我传回来 对吧 我们还要强制转换一下 这是常规做法是吧 没什么疑问 还有一个什么定义soc的啊 就是我们的通信套节子需要定义 好的 这样出错处理啊 不出错处理永远心里有道梗 对不对 那么出错处理呢 我们直接 可以直接出错返回 对不对 那么只有一个客户团的出错 我干嘛要影响到其他的客户团呢 这很明显是不明智的做法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 continue 我们需要看看它是怎么出错的 是吧 accept error 打印一下是吧 好的 那么如果一旦我们的新的客户团 建立了年纪之后 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把我们新的建立的 通信套节字 把它添加到关注事件列表里面去 对不对 那么怎么添加 直接调用eepo control 对吧 那么第一个 eepo fd 那么我们一起念一下那句话 eepo fd 它的操作是什么 它的操作是add是吧 增加一个套节字 增加哪个套节字 增加soc fd 增加的事件是哪一个 event 那么是不是要给event复制 event什么 event date fd 等于soc fd 对吧 我们还要看看它关注的事件是哪些 对吧 比如说它来的数据 我们需要关注 还有一个我们关注什么 我们关注 eT 这个eT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看到 它关注的这个eT呢 其实就是设置我当前的这个套节字是 eT eT触发模式 就eT触发模式 就eT触发模式 就是边缘触发的模式 我可以将所有的套节字变成边缘触发的模式 我也可以将单个套节字变成边缘触发模式 继续变成 好的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我这里用的这个eV的这个变量 前面用的这个eV变量 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已经给它的关键变量已经复值了 复了新的值 那么其实到内核中呢 它会进行一份拷贝 好的 那么建议好了之后干什么 建议好了之后 continio没什么事可做了 对不对 好的 如果一旦不是新的客户端 而是我们来了数据量 我以联系的客户给我发了数据过来呢 怎么办 那么一旦能数据来呢 我们就去出你数据对不对 啊什么 什么Math process 对吧 Process什么 ProcessDate 对吧 那么给它传一个什么 给它传一个 Events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Date的套结字 给它传个套结字过去就行了 我们只要根据套结字 就可以去读写数据 对不对 好的 那么同样的这个函数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下 int这么一个东西 就这么个东西 没什么难度 是吧 好的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就直接去读数据 对吧 那我先把receive函数写在这里 很明显 我要去知道它读了多少数据是吧 然后我处理的是 SockFD 然后给我的缓冲区 我读100个数据 然后 不阻塞 阻塞 很明显我定一个bass 对吧 很明显我还要定一个buff 是吧 缓出去我给它多大 我只读100个我就给它100个对吧 如果出错 很明显 这个必须要有容错处你对吧 如果出错呢 打印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出错的 Receive Error 那么要返回一个错误码 这里就返回-1 如果我们的读到的数据是0呢 怎么办 读到是0 我们返回一个f2 reter f2 这个错误码告诉我们的主进 告诉我们的闷寒说 它客户端已经放弃了链接 好的 那我们读到的数据之后 同样的我们还是直接发字符串来吧 是吧 我们还是这样打印 然后呢 将我们收到的数据直接就发吧 我们不 我们不通过eeper这个机制了 啊大的部分啊 如果数据量比较大呢 我们可以告诉eeper一个一个发 如果数据量小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发了 我们就不需要去 还去通过eeper了是吧 还绕一大圈了再回来把数据给发出去 很麻烦是不是 那么呢长度是多少呢 sundance肯定不能用sundance呢 我们这里收到了多少数据就多少数据啊 然后biz 是吧 好的 然后这一轮处理完了之后我们返回你 好的 我们还需要在我们的主 处理这里 来处理一下是吧 如果我们是客户端 等于far的时候 那么他应该干什么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关注的事件 关注这个套戒字的事件从我这个对象中清除对不对 那么直接copy过来怎么清除 del delete对吧 然后清除哪个套戒字 清除我的这个eventfd 嗯 对 清除的话就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 然后关闭我的服务器的这个套戒字 是吧 那么 此时呢 我可以扛起你 那么如果是读出错呢 我暂时先不处理啊 我先来调试一下我的这个代码 看看我们写的代码怎么样 一下就编译通过了 那么执行 第1个客户端 第1个客户端 是吧 第1个数据 第2个数据第3个数据 对吧 好的 我们来第2个客户端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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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 好的 我们这几课就先讲到这里啊 看看我们这个简单的框架是不是感到很刺激 其实这也没什么刺激的啊 真正刺激的是什么啊 就是100万个链接在粘着你的服务器的时候 那时候 成就感爆棚啊 好的 那我们下节课 再会 我们下节课 我们下节课